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来看一下新夏季精活的内录视频 首先的话是小说家的西式时装 出厂方面的瓶装植物和噩梦手中的是一样的 这也说明了噩梦和小说家其实是同一个人 建模方面整体还原效果还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脸型看上去会不会感觉有些奇怪呢 然后是特效方面也是做得满足的 可以看到桌边会有环绕的冰水效果 另外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展示界面这边的手持物的话是瓶子 但是到了游戏内的时候呢则是变成了书本 书写的工具呢则是从钢笔变成了短件 也不知道这个细节是否是有益的呢 再来看一下杂技演员的时装 展示界面的话表演了一波炫酷的杂技 建模的还原度可以说是十分的到位了 这种假面礼帽的设计配上杂技小天使的外表 可以说是十分的有吸引力了 除了特效方面不是很明显之外 建模可以说是丝毫不输精疲了 再加上手持物变成了匕首的亮点设计 算是低配版的羽公脸 最后来看一下先知的时装 前身上下充满了黑金色调 彰显出了成熟稳重 特效方面周边会有一些散落的金粉效果 时装的眼睛部分佩戴的面具充满了神秘感 肩膀上的一鸟形象则是变成了猫头鹰 外表的话十分的可爱 颇有娇瘦的风范 最后就是时装其他纹路细节方面刻画的也蛮精致的 整理看下来这三款时装都有不错的表现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